如果是跟巧克力這個CP組合 我是覺得 你們觀眾愛看我們就會去鬧這樣 可是我們都 你們也知道我們都是在鬧啊 對不起 我那個藥 藥會起那個泡泡 對不起 就 很多都是節目效果你們自己看看開心就好啊 就這樣子 然後下一題是孟姿問的 之後真的要換平台嗎 如果有的話 預計什麼時候呢 這個我應該8月初的時候也有講過一次吧 我當時8月底的時候應該有講過 可是我到現在還是沒有 開始正式 要往那邊走 還一陣子啦 真的好忙喔 所以換平台 會啦 因為 畢竟要養活自己啊 因為其實Twitch你們 你們訂閱斗內的錢 我也不是百分之百拿到啊 應該說我拿到可能就只有百分之 50以下吧 對啊 好 再來是下一題 下一題 繁星 對繁星來說 什麼 對繁星來說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最重要的是什麼 錢啊 money啊 對吧 這很重要 我以前 都會 真的是 思想啊 思維會不一樣 小時候一想天開啊 就是會說什麼 第一半最重要啊 是沒錯啦 可是如果你沒有錢的話 第一半陪你受苦嗎 不是啦 對不對 我當時也是跟兔子講很多這種話啊 他就很喜歡在做夢 我就喜歡把他從夢中拉醒 這樣子 我是覺得問幾百 你要續訂了 不用續訂啦 去 看你啦 不勉強啦 或你要YT也可以 喔 講講我的喉嚨真的 等一下 我去吃顆喉糖 欸 播個廣告 吃喉糖 好 哒喉糖 就要路撫大家 咳咳 喔 回來了 呃 呃 誰又再LINE我了 要吃猴片 我就只有猴糖嘛 好 下一題 以後會 以後會像要 這個又打錯字了 它是打像不像的像 以後會像要改變畫風嗎 改變畫風 我覺得我畫風已經穩定 不會再變太多了 等一下喔 陳一直跑來瞇我 等一下 還在敲我 畫風已經固定了 應該是不會再改了 下一題 可以跟之前的損友一起玩minecraft嗎 損友是菜渣那邊的朋友 我是後面才認識到菜渣的 應該說我巧克力阿淨 就是我們外面進來玩Gmode的 都不是損友啦 都是之後才認識的 像老天啊 橘啊 彩彩啊 迷奈 都是我們是之後認識的 而損友他們是一群之前就已經玩 魔物獵人或是同班同學的 對阿 醫生賣的猴片最有效 那我是不知道吐掉 吐掉 好 下一題 繁星還會繼續墊會嗎 會出周邊嗎 我周邊賣很多了 這位叫籤 草字頭的籤 如果你有在聽台的話 我有蝦皮喔 我有出商品喔 CWT也會去喔 對不起 誤會了 他說他CWT都有跟我簽名拍照 對不起 我 我還是會出啦 只是之後真的 如果我要一直顧影片的話 要嘛就是 我攤位找人幫忙 擺攤然後繼續在家裡弄影片 或是 我自己就是到 現場 然後影片交給其他人用 這樣子 欸汪汪 就周邊還是會出啦 畢竟 畫畫至少我比別人 有 什麼條件啊 先跑的條件也不知道 就是至少跟其他人 其他實況主比起來啊 畫畫出商品至少我還有優勢在啊 只是有沒有人要買 就其實啊 然後下一題 繁星都怎麼練畫畫的 練習的方式 我怎麼練畫畫的喔 其實 就在課本上面塗鴉 但是 我 好像也 欸 練習我真的是喜歡在課本上亂畫 可是那都不是真的畫練習 那只是畫好玩的 真的要練習畫畫 我是從 從從從從從 從六七年前 欸不對 八年前開始 我才開始有在開始畫圖 我已經出社會了 才開始畫圖 對啊所以 畫畫就是 看書網路上找一些東西 然後自己練習 就這樣子 真的啊 有時候就是自己畫的開心最重要啊 我就是畫開心的 我真的是畫開心的 好下一題 請問繁星遇到低潮 或是挫折的時候 怎麼去解決的 怎麼解決喔 我真的是解決不了欸 就只能玩遊戲 玩遊戲 又覺得越玩越 越生氣 越無力 有時候都是 人偶爾 人一定會 碰到撞牆旗啊 你會走到低潮旗 是因為你走 要怎麼講 你爬山 爬到了頂端 那再來就是 你開始會往下走 往下走再來就是要走過另外一座山 所以你低潮過了之後 就是 要再往更高的地方爬 對啊 就只是 可能就是看影片吧 就是 看影片 玩遊戲 聽歌 找自己喜歡的事情做 就這樣子 我也很常碰到撞牆旗啊 尤其在畫畫跟實況上啊 好 下一題 有什麼很崇拜的遊戲實況主嗎 崇拜喔 現在 現在自己來做遊戲實況 就覺得 好像 大家都還好 畢竟我覺得 遊戲實況 崇拜喔 如果說以前的話 當然是魚乾菜渣 可是現在 就他們已經轉型了 反正就是魚乾跟菜渣啦 反正就是魚乾跟菜渣啦 反正可以推薦你一個好玩的遊戲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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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到粉專資訊啊 我再看看 我再看看 那下一題是 魚米問的 那他從殲滅工程站認識我的 反正花多少時間剪輯啊 我花時間喔 理論上就是你看 那個片場如果像殲滅2吧 我們都是開兩個小時 所以我都分上一場跟下一場嗎 然後一場一個小時 所以基本上一個小時跑不掉 因為你要聽 實況內容 然後找到哪裡好笑 然後剪出來 至少都要一個半小時啊 至少啦 你只要把好笑的地方剪出來之後 就是上一些重點的東西 加個音樂特效啊 我就輸出了 那下一題就是在上一題的下面而已 下一題是 繁星會剪片剪到崩潰嗎 會 我之前常常 不知道為什麼我剪片剪到一半會死當 然後我就 你們也知道我畫畫很 都會很長時間忘記存檔 所以我一死當我那個影片全部都重來 雖然那個之後有自動存檔啦 可是那自動存檔是5分鐘一次 反正就是會很崩潰啊 我好像回答還 哇 我連10分之1還沒回答完耶 哇 好久好久 那影片有得見了 來下一題是 怎麼跟蔡渣認識的 這一題也很多人問 他有 總共 目前啦 這三天 總共有300多封Q&A 然後這一題大概有 7個還是 7個還是8個有問吧 跟蔡渣怎麼認識的 當時就是我剛有講嘛 我是當時其實有憂鬱症 那時候就是看蔡渣影片 覺得 這個人很棒 然後 而且又知道他 甚至快到了 想說 就送他一張賀圖 那就想說 我當時又跟紅石口袋走比較近 我就跑去主動蜜魚乾 說你可以幫我把這張圖交給蔡渣嗎 然後他就 幫我把圖交給蔡渣之後 然後蔡渣就直接加我好友 跟我就是拉我進去一起玩之類的 就這樣子認識的 那下一題是 什麼讓你想做YouTube 就是 怎麼讓我想做 因為受夠了 服務業的那種 服務業啊 就是你 要低升下 也不是低升下氣啊 就是你遇到奧客 也是要好聲好氣回應 然後就真的完全 不是 人在做的啊 就是被當畜生在罵 做什麼事情 客人都是對的啊 然後就 上頭也很為難啊 我也知道啊 就 想說 既然 不想忍了 就自己出來做這樣子 反正就是 離開 離開原本的工作場 場合嘛 就回來做做看 我也不是直接做啊 因為當時其實 我都是邊做 然後在邊上班 這樣子 當時其實都是在 電腦也不好 所以只能上傳紀錄檔 也沒辦法剪片 我也是換了這台電腦之後 才開始剪片的啊 所以就是 不想再去做服務業 才決定出來做這個 然後下一題 繁星有沒有討厭的食物 請問繁星有沒有討厭的食物 有啊 最討厭就是香菜吧 香菜 芹菜 這樣子 下一題 所以很多食物 完成了之後 你最後撒上香菜 我就覺得 然後下一題是 我怎麼打嗝啊 請問繁星 你是從幾歲開始畫圖的呢 幾歲開始畫圖的喔 從我 三歲還四歲吧 我那時候我媽說 我就握筆 才開始在畫東西了 然後是到了五歲之後 才知道 我是真的在畫東西 那時候還沒上幼稚園 我就在畫 我們家田裡面的 鴨子啊 雞鴨 然後蘿蔔那些 然後或是看到一些卡通東西 我就真的畫得出來 只是 就是 之後沒有培養這個 專場啊 真的 我就開始只是興趣而已 然後下一題就是 一樣 怎麼認識菜渣他們的 嘿 剛剛有提到 那我這一題就跳過了 下一題 繁星有考慮完原味生存嗎 沒有 因為 其實 玩久了 真的啦 minecraft已經玩了 六七年還是八年了 真的 玩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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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 可以 玩久了